4月1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习近平承诺中国将采取重大的措施 进一步的扩大改革开放 美国总统川普发推特表示 感谢习近平在关税和汽车壁垒方面的友好表态 以及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开明 美中两国领导人的此次互动是否说明美中贸易争端去向缓和 双方可能会展开谈判吗 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斌先生对此做出分析 欢迎海斌 您声好 各位观众好 您个人认为习近平这次演讲的主题和要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主题主要就是像参加此会的代表主要是亚洲国家和一起观察国家 给更多就是重申中国的和平崛起的这样一个概念 包括很多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方面的一些准则 比如说那个互惠合作然后那个是一带一路的那些方针政策 以及包括那个外贸方面的一些措施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延续在外贸方面的那个思路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那个一些政策 就是就是关注外贸的这个亚洲国家包括整个世界 其他国家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中国的那个关税壁垒的问题就是明确提出 中国会大幅度的降低关税壁垒 特别是在一些很大家很关心的一些产品包括钢铁和那个汽车方面都会降低关税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一种重申态度外加提出一些在那个就是说改善国际关系 和包括经贸关系的一些具体的策略 主要是这两个要点 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讲话当中啊 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到美中两国之间最近的这个贸易争端也好 或者贸易纠纷也好 那么甚至是在外界看来是实际上就已经展开了所谓贸易战了 但是习近平这次的演讲实际上是否对这个目前这个贸易争端的还是有针对性的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特别是因为他这种因为这种他的演讲一般都是他整个班底给他做的一个就是说写的稿子 然后这个班底在考虑这种稿子的时候要关注当前的那个国际局势 当前就说中美贸易的纠纷问题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 所以他明里安里都会在点到 你看他的那个演讲等等用词 比如说在重申中国的那个外交策略的时候 就是有意无意的提到 一就是说中国会和平崛起 不会搞小圈子 不会抱团 这个就是回应以美国为所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 包括一带一路这些外交策略的一些批评 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过去某些西方国家搞的那样 就是说搞成一个小团结 或者是以强凝弱变成一种支援採夺的一种形式 同时在外贸方面 他也比较 其实相当于争分相对的提出一些就是说 一些观点 比如说中方一直觉得是就是说 是互惠才能共赢 就是双方合作才能共赢 然后打贸易战不顾 那种是冷战思维的话 会大家都会输掉 这其实就是很明确的 回应这个就是说川普政府 对中国就是说与中国之间展开贸易战的一些理由 就是其实中方一直是认为就是说 习近平要通过这次演讲的机会 再次向全世界表明就是说 不会像川普不是像川普想的那样 而是说要还是要常与推行要合作 就是说在外面方面 尽量不要开展贸易战争这种观点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当中是要强调说 中国是会进一步的开放市场 进一步的开放 那么特别他提到的是在这个金融服务方面 还有以汽车为代表的这个制造业领域 那么提到了这些问题 之所以这样表态它是出于目前美国这样的 关税的这样的压力呢 还是的确就是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 报道论坛上就是本来就是想这样讲的 出于中国的自愿 我觉得可能两方面都有吧 应该是从长远来考虑的话 应该是中国一个比较自愿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你看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报告中 都在外贸和经济领域都提到了 要进一步降低一个这个关税壁 要开放整个中国的那个市场 而且明确提到金融服务 特别是金融服务 就一直是一个强调的那个重点 这次只是一个那种长期策略的一个延续 但我们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其实这短期来也确实是对一个中美贸易 目前的纠纷的一个就是回应 就说你看你指着我们怎么怎么样 关税比的怎么高 我就表现给你们看 我正式宣布我们会进一步开放市场 其实就相当于那个 就像这个很长期我们是在做 只要你们不逼我 我们自己会逐步改善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习近平在这个讲话当中 特别明确地提到 会大幅度地降低这个汽车进口的关税 实际上这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的话 和就刚刚几天前中国国务院 这个所谓关税税责委员会 对于美国出口中国这个汽车 要加征25%的关税的这种说法 是矛盾的 表面上看这是矛盾的 但是我们从那个时间先后 而且从这个就是说可能 变成实际的策略的那个真实性来考虑 它又是又不那么矛盾 因为应该说以习近平 他本人的那个口吻来说出来 就是说整个降低关税这一看 那就是一个国家政策 就是就远比这个就是说 关税税责委员会 针对美国双兵资金的一些那个言论 要准确得多 这就是也就是表明 就是说像全世界表明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就会在至少在汽车方面 会大幅度降低那个进口关税 至于这个和美国之间的 是否矛盾 我觉得因为那个关税税责委员会的宣告 是以美国的那个报复性措施 为那个基础的 如果美国 因为美国那些策略还没有真的开始 就是没有真的执行起来 如果接下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改善 那些策略没有得到执行 那么这个征收25%关税的问题 那就不了了之 那还是会回到那个中国会进一步 开放市场会降低关税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从战略上来说是不是矛盾了 战术上的那个一些矛盾 在未来也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所以实际上也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正式的这贸易谈判开始之前 双方都是在出自己的牌了 对对对 争取自己的那个利益 是的 接下来来说一说 这个习近平上任 就是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 提出来了 比如说叫做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 还有这个所谓的叫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这些就是可以 习近平把它称作是 他的这种外交领域的 可以说是他的一些核心理念 或者是概念 那么在这个演讲当中 他有没有再次的谈到这个 就是说这些理念 究竟在中国的推行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了 首先他可能是 这个报告中有多处提到 他在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建设 包括类似于自我表扬 现在就比如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 被联合国的那个 很多个文件正式引用 但我个人觉得 像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言辞这种表达 包括合作共赢 其实都是人类社会 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 那个团体与团体之间 相处的一个比较 就是说普世化的一个准则 单纯讲这些话本身 引用这些话本身 并不一并代表 就是说认同了 那个中国在讲这话 背后的独特的 那个一个就是说诉求 包括独特的一些 那个思维方式 和那个解决方法 我个人觉得这个 就是说以联合国的引用 来证明这个联合国确实是 在采用中国的那个 外交策略 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值得删却的 但是包括一带一路方面 这个确实是 大家更想知道的 这个报告只是简单提及 就是说目前 有80多个国家 那个表达了意向 来参与这个计划 至于整个那个 具体的执行情况 也没有明确说明 而我根据我自己的 那个观察和研究 其实也没有得到太那个 重大化的那个推进 都是很多都是停留在 口头的那个合作的愿望 甚至或者是 只是刚刚欠了合同 那个具体的执行情况 还需要就是说 未来很大的努力 甚至有可能会就说 推进不力啊 这是不了了之 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 习近平这一次 在这个报告论坛上 重申他的这个核心的主张 会对整个亚洲的局势 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你比如说朝鲜问题啊 钓鱼岛问题啊 还有这个南海争端等等 我个人觉得 不一定会有 特别大的那个实质影响 因为中国这种态度 中国领导人的态度 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其实上是掩护共睹 而且是一直来 比较有持续的 而且他这个 只是就是说 其实是针对更多的 那个就是说 和朝鲜问题 和钓鱼岛问题 南海争端 没有太大关系的 其他亚洲国家 来表明中国 在这个和平绝集当中的 一种地位和扮演的角色 是从事那样的 其实更多的 相当于笼络人心 和那个宣告 中国这样一种 和美国不同的 和那种咄咄逼人的 那个外交方式 不同的一种 温和式的外交的 一种策略 这种策略 其实中国 就是说 但凡有领导人出面 参加国际会议 都是有这种态度 但那种态度 在很多具体的执行上 并没有取得很 就是说很明显的成果 就是说 争取到更多的 盟友 对的 因为整个国际关系局势 毕竟还是 中国是在处于一种 上升地位 和美国目前处于 主导地位的 那个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各个国家 在应对中国和美国的时候 他必须要考虑这种 就是说 目前的那个地位差异 所以说 中国也是通过争取 就尽量在和平年代 尽量通过发展 自己经济和那个 政治实力 包括外交方面 通过一系列的外交 扯断来 团结更多的盟友 来获得自己 更大的一个 那个生存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过程和美国 作为主导地位来说 不是 有一定的矛盾存在 美国可能会 那个用各种方法 来就说可能会抑制 遏制和中国 这种和平阶级的空间 好的 感谢华盛顿 世界观察研究所 前高级研究员 马海平先生 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 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